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福州路右振纹 卦街 这条街东西外滩中山东一路 西至西藏东路 全长1544米 福州路被趁之卫视上海区域的文化源头 其中商务印出馆 上海书城均开设于此 照片被晚兴时期的老上海北站 上海北站原名沪宁铁路上海车站 其设立为清朝光绪34年 在沪宁铁路修建完成后 上海站设立在了木东路和宝山路路口 最初只有六间平房 四间作为售票办公地点 两间卫站台 后在宣统年间沪宁铁路局 在车站前修建那一座四层建筑 自此成为了上海站的标志 照片为晚兴时期上海街边的瓷器点 精美的瓷器就这样被摆在街边 放到现在都是古董 照片为晚兴时期位于黄皮路与南京路交叉后的马桃厅 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 照片为晚兴时期的上海制造局路 其得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市清政府 杨武畔 开设的规模最大的建戴军事企业 其得创建人为晚兴 名臣李鸿章 照片为晚兴时期上海的小东门地区 小东门乃是上海老城黄庙所在地的路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优独播后》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